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尾上将为中国的尖端武器在战事可以以敌人沉重打击 在和平时期也会极大力威慑对中国虎士丹的国家 要是叙述起中国最决射性的武器 东风系列导弹无疑会往上有名 东风系列导弹经过长期发展 已经拥有覆盖各种类型的导弹 这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此项输额国家 就连美欧等国都无法做到 美国现役的洲际导弹 捷铭名3这种型号 而且从服役时间算起 这型导弹已经有50岁高龄了 相较于美国 俄罗斯洲际导弹更具威慑 又有亚尔斯 白亚岸和塞旦三种型号 而且新型洲际导弹也瑞在即 不仅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在其他很多方面落后于美国 只能用洲际导弹的优势 去抵消其他方面从美国的差距 中国洲际导弹不仅型号多样 而且性能也领先右国 以近几年刚服役的东风41为例 它不仅突防速度超过马赫 还能现在都没分蛋头 就连美国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能够对它进行有效完结 此外 中国的洲际导弹发射方式也很多样 可以用于发射车 发射进发射 也能用于铁路发射 这也让中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选择不同型号的导弹 用同的方式进行发射 选择提升了导弹的战场生存能力 再次进行发射